大家好,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情报主管,海军少将司徒达曼 这个人,大家应该之前对台湾很了解的,应该知道他 他曾经到达过台湾,秘密访问过台湾 我之前也说过,他是印太司令部的情报主管 也就是印太这边的美军情报头子,特意到了台湾 他在7号电视会议上讲,解放军中国已经开始武统了 也就是首次有美国的情报官员,美国的将军,少将司徒达曼 首次公开承认解放军由中国武统台湾已经开始了 他表示,中国在亚洲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增加了北京当局 对邻国发动战争的危险性,台湾是目标之一 苏达曼在7号的一场电话会议上提到 美国正在加强军备为了未来可能对台湾或其他美国盟友 在区域爆发冲突做准备 也就是首次证实美军也在准备着 与解放军或与中国在台海或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的冲突 华盛顿时报也对司徒达曼做了报道 司徒达曼在会议中表示 我们要警告的是方方面面都危险 若只是单方面认为台湾或中国高度自信 你采取压迫太多领域就是错误的理解 复杂性,因为事情没那么简单 要是等到情报机关收到中国将对台湾发起两栖攻击的警告才行动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境 而且老实说恐怕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境 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低强度的冲突 增加了台海的危险 这波行动涉及了资讯作战 还有经济施压 中国对台湾的施压 包括资讯作战 实际也是武统台湾的一种 你记住也是武统的一种 所以美国情报官员分析 解放军或中国方面对台湾统一进行已经开始了 只是低强度的 记住最后解放军登岛 武统都结束了 登岛那一刻武统就结束了 现在才是武统开始 逐渐逐渐开始准备 舆论上的准备 经济上的准备 人员上的准备 真正登岛那一刻武统就结束了 苏达曼说 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斗争 中国是否诉诸军事选项 目前未有定论 但就我看来 不是会不会 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因为只要了解其中的问题 就会明白台湾不会因为经济资讯或外交影响而屈服 苏达曼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前任和现任指挥官 今年稍早时候的看法是雷同的 就是解放军无头 其实就在五到六年之内 是一定会完成的 其实也就是习近平的任期内 他们之前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 中国你在2030年或更早之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苏达曼表示美军必须以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方式来反制中国 海津情报官员用为时已晚 to late来总结当前与中国的情势 一顾美军将领迈克阿瑟过去也用过这个词来描述未能阻止二战的爆发 苏达曼说 太晚理解敌人的致命意图 太晚意识到生死存亡的危险 太晚做好准备 太晚联合所有可能的力量来抵抗 印太司令部的情报部门已经向华盛顿提出了 关于中国在区域内危险性与意图的战略警告 对中国而言每一天都是作战 也就是为了影响力的优劣而作战 尽管不愿意将中国的威胁与冷战时期的苏联相比较 但苏达曼认为 中国不仅是寻求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国 而且是计划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 里面不光有台湾问题 还有中美博弈的问题 你看苏达曼就是美国 等于是印太最高情报官少将 这是个大鬼 这是台湾问题 台海直接面对中国搜集解放军所有情报 包括解放军内部的美国间谍 与美国合作的解放军间谍 在中国解放军内部高层获得的很多信息 传递给苏达曼 苏达曼获得这些信息以后 他是直接获得这些信息的 他获得的信息 获得台湾方面的情报以后 汇总以后到美国国会作证 那么他总结出来所有的信息 你看他能得到一手信息 解放军的 北京西山的 国防部的 中国国防部的 所有的高官的一些内部信息 肯定是有美国间谍 你记住 解放军内部一定是有美国间谍的 解放军故意也会放一些间谍 留在身边 让他传递一些 美国希望得到的消息 所以这些间谍双方都是有的 美军内部也有中国的情报官 那你看双方互相了解到 对方的行动意图以后 得到的情况就是 五到六年内 武统 习近平任期内 那么现在呢 其实武统已经开始了 在舆论上准备 在各种各样的 军事经济上做准备 这和我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 我是整个互联网上 我现在告诉你 我是2019年去的台湾 19年就到台湾 18年底 19年初到台湾 那个时候我就录过视频 我就说过武统其实已经开始 我其实互联网上最早的 看懂这个大事 然后向大家提出来 武统已经开始 因为我从各方面获得的情报 其实和斯苏达曼也一样 一样的判断 其实中国呢 在现阶段和美国这个竞争 越来越白热化阶段 一定会把台湾敌先解决掉 当时还很多人嘲笑我 很多人哎呀 武统了又来武统了 精神不正常吗 天天喊武统 国内有一帮 天天吃饱没事干的那帮 也天天笑话你武统 喜欢战争 战争狂人 说武统就是喜欢战争 你看这帮人逻辑 这帮人逻辑 只能看那什么 看动画片去了 他不适合于看成人节目 上油管去耽误人家了 回去看动画片吧 有人阳哥过的节目 那个黑白分明呢 是不是好人坏人你都不用思考 你看油管太累了 好人坏人什么 你还得自己琢磨 是吧 有人说我看着不像好人 有人说我还看着不像坏人 对吧 黑白并存 你看看我是不是 道家思想吧 这才是自然 哎呀台湾这个事啊 其实我是最早啊 我是最早看明白的 你看啊 接近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 斯兔达曼 现在确认了 武统已经开始了 武统已经开始了 我呢 还想和那帮合同派啊 和之前攻击过我这帮人 说一说啊 其实你们呢 在我看来 想法是好的啊 想法是好的 但是没有操作性 和平统一 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吧 到底是为了是吧 为了专门对付武统 还是为了真正喜欢和平 爱好和平 每个人都爱好 但是真正能实现和平的 需要靠手段 需要靠方法 另外呢 台湾问题啊 你得把党和国分开来看 我之前为什么提到过 党和国要分开看 你把党和国放到一起看 你会看不懂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不就是中国的问题吗 错了 里面还有个中共的问题 中共 民进党 国民党 中共还有长期执政中国的问题 你得分开来看 就我说 看问题 你必须得有科学的办法 很多人说 你不能把中共和中国分开 我们就骂你 是啊 那帮不把中共和中国分开的 他谈不了台湾问题 他永远谈不清台湾问题 他根本不适合于上油管 根本就不适合于 看这么高端的问题 他就适合于看动画片 人家直接什么 党和国放到一起 天天就骂就行了 没有意义的 你得把中共想清楚 中共的利益 记住 结党要营私的 他为了自己的政党的利益 他会考虑时间 考虑方法 考虑结果 今天我跟你说透了吧 党和国分不分开 一定要分开 有些政治小白 政治上真的 真的是太嫩了 水嫩水嫩的 我都不想说他们 之前提过一些 我都懒得理这些 现在你可以看到 台湾问题正向我之前 预测那个方向发展 这武统已经开始了 台湾人要记住 你们要准备好 你们一定要准备好 武统的到来 另外呢 我觉得这个是低烈度的 武统到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 剧烈的冲突 但是 记住 解放军会有自己的办法 会有自己的手段 现在我了解到 现在这个登岛 登陆作战 我告诉你 解放军现在这个 那种立体式登岛作战 让你想不到 让台军也想不到的 我不能曝光 我看到一些资料 我现在不能曝光 因为我什么都说 我了解一些东西 我什么都说 对解放军不利 可能对我也不利 所以我看到一些东西 我不会说的 但是我告诉你 是你超乎你想象的 登陆作战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甚至超过那个 二战的诺曼底登陆的 登陆作战 而且是人类首次使用 不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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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不住想说 但是我不能说 人类首次使用的那种 叉叉叉叉叉叉 登陆作战 非常科幻的 其实习近平呢 去年啊 在这个汕头实际演练的时候 其实秘密的已经看过了 都看过了 习近平心里有数了 在汕头 美军那个侦察机 每天都贴着广东洋海 在汕头那飞来飞去 干嘛呀 就是美军想看看 解放军怎么登岛的 习近平最后去那看了吗 美军侦察机离得那么近 也想看一看 我告诉大家 会让台湾人震惊 让全世界震惊的登陆作战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是最大规模的人类历史上 我觉得台湾士兵啊 还有现在在台湾当兵的这些人啊 你尽量不要当炮灰啊 不要当炮灰 你的死是几乎毫无意义啊 你的死 连民进党都不会为这个事死的 为台湾独立去死的 你为是吧 你为这些人付出生命 我觉得毫无意义 到时候你就什么 一缴械一投降 然后领盒饭回家 对不对 给你安排个岗位 就该上班上班 也不用现在像民进党 是把经济搞这么差 共产党给你养着 因为台湾人天有吃有喝的 挺好的 是不是 台湾那个岛 挺好的 挺美的 不就为吃狗饭吗 是不是 该给你自主 自主的一些权利 自制有些东西给你 也能像香港一样 有一些自主性 自己的一些议会 不挺好的 你记住台湾不会像大陆那样 直接就完全派总书记去控制 那样的话会引起反弹 台湾一定是采用这个办资质方式 类似于香港 中央派特员过去 其实我觉得台湾挺好的 缺钱了 中央给你钱 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 台湾人那时候 赚翻了 跟大陆市场一合并 东北亚是整个一个地区一合并 对吧 但是你要想搞政治啊 你想搞政治对抗 那没得说啊 那你一定是投靠美日 想搞政治对抗 但我觉得啊 你自己现在提前做准备了 武统已经开始了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司徒达曼啊 蔡英文秘密接见的那一位 就前一段时间坐着私人飞机 从日本的军事基地 直接飞到台湾 秘密访问台湾的那一位 司徒达曼 他是台海前线 掌握所有解放军部署 解放军所有高官 解放军内部情报的 他是第一手材料获得者 他也能获得台湾方面的情报 台湾在解放军内部 也有情报人员 他所有的情报掌握以后 他发现了 武统已经开始了 哎呀 我现在又一直觉得 我两年前三年前 那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那就等待吧 大家就逐渐等待 等待这个好戏的开场 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登陆 具体什么时候下命令 要等习近平 习近平要等什么 要等中美关系 还有整个地缘政治 那个窗口的到来 我觉得大家一直一起 等待这个窗口 我觉得武统台湾 会和中美整个国力的逆转 应该是联系的 五到六年 中国实际上就有实力 逆转中美整个的GDP 经济实力逆转 那个时候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施压 也越来越大 一定会把中国往死了掐 那个时候反而台湾成为中国 反制美国 有利的手段 双方在那一刻会有个临界点 在那个临界点一定会爆发 就是中美不可调和 台湾问题不能成为中国 遏制美国 打压中国的工具 而中国 逐渐的发展 也让美国感到巨大的压力 那么美国也 准备打台湾牌 那个临界点 你看中美双方都看到台湾 那个时候 台湾也就终结了 中美都打出台湾牌了 武统也就开始了 现在实际上已经开始准备了 要理解我今天讲的 我给台湾人讲的 这是你们未来要经历的一切 记住 连你们台独大佬都讲了 邱人都讲了 台湾那个独立与否 跟台湾人没关系 是中美两国来决定 中美来决定 记住台湾人 今天我讲都是实话 该准备准备 就在最近的这几年 这个窗口一直得看我节目 有关键时刻点的时候 我会点给你 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 大家都希望 但是我希望解放军 最后能做到什么 零伤亡武统台湾 那在人类历史上 军史上 我觉得都是非常漂亮 零伤亡 我希望台军也配合一下 能做到零伤亡 是吧 能做到零伤亡武统台湾 两边都养个戏吧 是不是 给美国养个戏 美国一下傻眼了 这两边中国人怎么不打仗呢 卖了弄武器不打了 其实你看美国人最希望 中美打起来 中国人互相之间 台湾和大陆打起来 美国人最希望 这两个中国人 应该是非常聪明的 国民党 共产党 民进党 都有自己的考虑 民进党他的考虑 我觉得都不用多想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国民党 共产党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联合一下 想多了 想多了 国民党有他自己的想法 现在的国民党和以前的国民党 不是一波人了 那是在台湾出生的那波国民党 台湾国民党 所以有时候你看历史就是这样 历史就是这样 地理决定了一切 地理甚至决定了你的意识形态 决定了你的价值观 你的文明观 还是希望吧 台湾那个问题 我觉得越早解决越好 既然一定来到这一刻 你往后看 一定会发生这一个交叉点 这个爆发点 一定会来 那我觉得越早越好 越往后 我觉得美国 你从斯多达曼这个国会的作证 还有他这个讲话也看到 美国也在准备着 他在准备着准备什么 在准备着破坏中国的武统 对解放军进行大命令杀伤 那你想想 越早解决美国这个准备不就越不充分吗 所以我的意思还是越早解决台湾地 早晚要爆发 但是还得等高层 等习近平人家根据国际大师 中美整个关系 包括俄罗斯 包括日本 韩国 东北亚 欧洲 所有的关系 找到一个合适的窗口 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拭目以待 武统台湾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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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